大樓內穿藍色外套的男子徒手破壞公布欄 管理員嚇得出來查看 但男子悄悄打打接著闖進社區內 繼續同樣的行為 開始到出去電梯 社區把這個公布欄全部用手扳破 想要強行進入社區做生意 對 然後故意把別家提供的東西給破壞掉 鎖定老闆鄭先生氣得大罵 他說台中市北屯區這處社區 多年來都是委託他製作公布欄 指控上個月27號同業一名周先生 到社區推銷自家品牌糟距 奮而闖進大樓把壓克力板子一一破壞 這個月6號再次上門 附近一帶共兩處社區的公布欄都被毀損 加起來共37塊 就連管理室的日曆也被搶奪丟棄 一塊公布欄就要價3000多元 鄭老闆說損失了十幾萬元怒告對方毀損 而被指控的業者周先生也有話要說 把那一塊公布欄給拆下來 把我的先給破壞掉 他們先破壞的 惡人先告狀 周先生反控是對方先來破壞 一時氣不過才去社區報復 也只毀損了六塊公布欄 痛批是惡人先告狀 他拿出監視器佐證 強調是主委同意 讓他安裝大樓外的一塊公布欄 想不到卻遭鄭老闆的員工 惡意拆除 所以兩位人都破壞來破壞去就行了 有啊 現在要進來報案 他恐嚇 除是LINE的訊息周老闆指出 除了被對方言語恐嚇走在十多年前 真心業者就曾破壞過自家的公布欄 當時有寫和解書 如今再度槓上 打算告對方恐嚇 妨害名譽和毀損 鎖店為了搶做生意 雙方各說各話恐怕將對付公堂 記者連家慶王百英台中採訪報導